Hello大家好我是大宇 今天带大家看一款热度非常高的极客007 那这台车呢也是在2023年年末的时候正式上市的 并且在今年1月1号已经开始交付了 那这台车它在前段时间上市之后火爆整个车圈 大家都在抢身的预定它 那基本上第一批车主你们应该拿到实车了 那这台车的颜值确实非常在线 大家都看空间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但是呢这里我也跟大家说几个亮点 首先这台车它的前机舱盖和它的后尾箱盖 都是采用了棒式的设计 那棒式的设计还是非常考验这个制造工艺的 不是所有车企都能用到这样的设计 那为什么用这样的设计呢 主要就是考虑到整个车身的流线型和它的视觉美观度 那大家从车侧也可以发现这台车是采用了双拼色的设计 那前机舱盖棒式的后尾箱盖也是棒式的 就很好地隐藏掉了车身的线条 让悬浮式车顶看起来更加有视觉冲击力 那车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的车头 90英寸的LED灯幕 1711颗灯珠 你可以通过中午屏来自定义灯雨 现在奥迪登场已经不复存在了 随便找一个国产车企都能吊打它了 另外一点呢 我们这台车是一个四驱制驾版 车头配备了一个极光雷达 用的是英伟达RX的制驾芯片 508Tops的算力 包括全车多个感知源机件 这台车是可以支持非常高阶的驾驶辅助功能 包括辅助泊车啊 高速领航辅助 它都是可以支持的 未来也会开放更多的辅助功能可以使用 同时呢 这台车它也可以支持 辅助泊车 遥控泊车 甚至还有指尖泊车 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指尖泊车这个功能 什么叫做指尖泊车呢 就是你当你遇到一些不常规的车位 或者说你想不定义一个车位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中午屏来规划 让它重点平均车 这是比较稚弩的 这个功能目前体验到的车型都是在滑子系 和这台极客领论器 别的车型我基本上还没看到 其次啊 这台车它的四个门都是电动的电锡门 你只要按一下门 它会自动打开 也非常具有仪式感 上车踩脚刹车 它的门也会自动关上 同时呢 它的后视镜也是无边框的设计 车门也是无边框的设计 视觉效果 包括这种视觉观感都是非常优秀的 OK 那咱们就上车看它车内的智能坐舱到底有什么亮点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极客007的车内啊 整台车的质感包括氛围感上营造都是相当不错的 大家也可以发现整个车顶都是采用这种超气纤维 类似于奥根塔尔的材质啊 摸起来的触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在主驾的上方这个位置还给你配备了一个燕镜盒 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都没有这个配置了 它还是非常贴心的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那视线回到中控屏 15.05音碎的2.5K OLED屏幕 它是可以支持左右来进行一个摇摆的 比如说它现在可以朝向主驾 也可以朝向副驾 然后呢 回归中间 同时呢 当你在回到中间这个屏幕之后呢 你上车 一踩油门 它也可以主动的向你这边来倾斜 非常智能 那整个中控屏内呢 是采用了8295的智能芯片 现在啊 随便一个新端车都能拿出8295的芯片来 这就非常顶了 那它呢 也是搭载了最新的OS6.0车机系统 同时可以支持64个APP在后台都不会出现卡顿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不用担心 它的使用起来的示范程度 包括功能性上 并且呢 它也可以支持语音识别控制功能 也是无缝的对话 都是非常智能的 那咱们再回到方向盘这个位置 全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实力按键 但是在方向盘的下方这个小细节中 还是给你隐藏了5个开关 包括辅助泊车 锁车 360度环影 包括后备箱打开和充电口打开 这些功能是放在这个位置 也是比较长的功能 都是放在这个位置 非常的便捷 另外一点呢 这台车的配置还是相当丰富的 前排的双无线快充 包括氛围灯 而且这个氛围灯它是可以根据音乐的节奏 来进行律动的 非常的智能 氛围感直接拉满 同时呢 这台车它也是搭载了 极客自研的ZX桑的这个功能 7.1.4的声道 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中午屏来进行一些声场的切换 音质都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呢 它也是配备了主架头枕音响 也有思想模式 也都可以通过中午屏来进行控制 那我们来到后排之后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台车它的后排空间也是非常充裕的 并且地板几乎是纯平的 所以不会影响到中间乘客 坐三个人也都会非常的舒适 另外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脑袋正上方 一个1.69平米的超大天幕 因为这个天幕它是中间融入了纳米 镀音隔热膜和渐变以丝膜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后方其实就是有太阳了 但是并没有感觉到烤脑袋的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设计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另外一点就是这台车它的后排座椅 也支持通风和加热功能 还有一点就是前排座椅还多了两个按摩的功能 主伏价都有 最后咱们再来说这台车的性能跟续航方面 全系都是800伏超充平台打造 15分钟充电时间就可以补能610公里 现在这都是一个非常智能化的时代了 续航方面我觉得完全都不用担心 那这台车呢将推出单电机后驱版本和双电机四驱性能版 制驾版非常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加速时间也非常的迅猛 因为这台车它的后驱电机310千万 是和极客001FR同款的碳化硅电机 所以在性能方面加速体感上都能有这个很好的表现 那单电机后驱版本的加速时间0到100公里只需要5.4秒 而那台顶配的双电机四驱性能版只需要2.84秒 就透透的三秒绝对不成全 所以性能方面加速度方面 这台车都能有个给你非常好的体感 另外一点就是这台车它是配备了电磁减震系统的 在路过一些减速带的时候 坑挖路面的时候还是能够保证车内有个非常舒适的环境 而且它整台车的悬架调料也是非常具有韧性的 不会特别的散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就是既快又舒适的一种感觉 那20万9千9起售 顶配29万9千9 价格已经是拉低了整个行业的水准了 而且足够的智能足够的性能 也是足够的舒适 我觉得这台车应该是目前来说 你能买到一个非常好的一台豪华的纯电动中型轿车了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